經常在腰腸被痛 後來就是經務理治療師指導 就是他要提供的就是兩段九座 那教導他一些居家的運動 尤其是一些強化核心肌群的 核心跟囤積的一些運動 那伸展他的寬屈肌 由於他做的時候前面這個寬屈肌很容易緊繃 緊繃的時候很容易一直就是造成群肌的無力 那目前他的小腹就是教導之後 他的小腹突出跟被痛已經改善 而且你擺一看 你擺一看 他的收績距離 回到正確的比較好的問題 他的體態看起來經歷一期更多 再來第三個個案是一個82歲的當者 他也是一個久坐的生活型態 他每天只要起床了 他一定就是坐在沙滑沙看電視 就是這樣的一個生活模式 那他只要一起來站著 他就是都會抱怨說 外的房子坐在沙滑沙 外丟住沙滑沙 所以他平常並不太願意走動 因為他覺得疼痛會是不要的 所以他更 就是因為疼痛 他也會更不願意走 他自己的能力是可以緩慢 想出個沙滑沙 那這時候就是我們後來介入的時候 我請他就是去練習很最近的抬屈 就我請他練習做躺姿抬屈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你讓他腳關節在旁邊上的時候 請他就是死地嗎 途腿抬起來 他完全抬不起來 他真的是完全抬不起來腳 一直滑掉一直滑掉 真的沒有辦法 途腿不要抬起來 沒有辦法去把他自己的途腿抬起來 那站姿的時候 我手摸到那個屁股上 請他做一個足跡收縮 足跡收縮夾腿的一個動作 他也完全是沒有 一直就是肚子在用力 肚子在用力 肚子在用力 感覺不到 所以其實這個個案已經人際 已經是很嚴重的失禮 那我們都知道2025年 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 你們都知道就是未來的老人會越來越多 人也越來越長壽 但是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不健康的壽命也逐漸的胖高 那我們都知道長壽的本質是好的 但如果你被疾病或疼痛所苦 我想長壽就是一種折磨 所以其實現在病房保健是非常重要 是大家要去努力的特定 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囤積失憶症 那囤積失憶症他的概念到底是從何而來 其實他是在幾十年前的時候 有一位著名的臨床醫師叫做丹達 其實他開始注意到說被通患者的某些形式 他們都會有存疾無力的狀況 可是當時沒有研究去支持他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議論 一直到2013年的時候 有一位生物力學博士邁吉爾 跟他的團隊也同樣觀察到這個狀況 他們一開始後來就開始去專注到 被附的力學跟治療被通患者的關係 然後就是注重了這一塊 他們發現了說許多病人 都出現跟丹達相似的模式 他們後來就在那些被通問題的人身上 他們就創造了囤積失憶症這個詞 然後他們舉到的理論是說因為久坐 其實久坐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久坐寬虛肌緊繃 跟寬虛肌一個抑制造成囤積無敵 所以後來囤積失憶症 他們就把它叫做囤積失憶症 其實囤積失憶症這個體質就是後來 就是因為這樣被大眾的意義 那什麼是囤積失憶症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長期久坐 你的囤積積積被拉長 因為你是坐姿的狀況 你的囤積積積積是被拉長 那你把囤積當坐墊的話 其實是很糟糕的事 我們囤積積不是要你當坐墊 我們山海不是當坐墊 那你如果把它當坐墊 你的囤積會從界的去忘卻說 你怎麼去恢復原本的張力跟彈性 今天他一旦暫時起來 要去暫時做一些囤積的動物 或者是運動的時候 你的囤積這時候不會出來注意 他會保持一個受緩的狀況 失去他原本的功能 他已經忘記了什麼用力 當你要需要這一塊肌肉 要去啟動它的時候 他因為長期沒有使用 所以你忘記怎麼去啟動 那就會有出現很多肌肉帶場 臨近肌肉的帶場 或甚至關節帶來一些囤積的問題 那這種狀況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肌肉忘記的去處理 那這種狀況稱為囤積失隱症 其實我們平常只要持續做半小時以上 注意三十分鐘以上 我們囤積就會因為缺血缺氧 而進入休憶的狀況 造成囤積失隱症 再來我們大腦跟神經肌肉之間 其實是有理解的 其實我們身體可以做出各種的動作 是因為我們的大腦 透過了我們的神經 來讓我們肌肉做出動作 那你一旦今天大腦跟肌肉之間的連結變差 訊號他發出的訊號變多連結變差 就會產生很多的路徑 像我們久度的時候 你導致按鈕 或是前面這邊你緊繃的話 你也會造成你的囤積無力示意 那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你的大腦跟囤積之間的連結 訊號變差你的連結變差 會導致很多方面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一一介紹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囤積主要的功能 到底是什麼 知道說這一條肌肉 這個部分的肌肉是這麼的重要 其實囤積是我們人體中最大的肌肉 它是我們人體中最大的一個肌肉 它負責的工作是穩定跟支撐我們的上 虛幹跟我們的下半身 其實它是一個神血後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你的穩定性變差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產生很多的代產 很多很多的代產的一些問題 那臀積它最主要的功能是 它在站立的時候 它一定要就是站立的時候 它可以協助支撐你身體 維持在一個很好的重力位 就好像比如說 你要讓它在一個好的肌肉裡面 就是形成一樣道 你要讓你的身體 它一個很大部分就是維持在一個很大 就是好的重力位 那另外就是 我們在做一些身體的一些動作模式的時候 它可以穩定身體之後 它要啟動寬驅肌的這個部分 啟動寬驅肌來完成很多的一個功能性的動作 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追趕跑跳後 其實很多的動作 譬如說你站起來蹲下 上下樓梯都會動到這些的動作 那你如果臀積無力的時候 你的身體沒有辦法維持在重力位的時候 就會身體就會產生很多的就是物體 像是會傾斜或者是外形 那比較常看到屠肌無力 比較常看到的是 你會看到這個前途後翹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的屠肌無力都一些 努力的話 你會造成就是你在站起來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就是為了維持站 或者是說你要做一些任務型的工作之後 你就是會去身體會去補定 那五弟就會卡到前途後翹 前途後翹 那其實他是利用他就是關節的 等於是他是傷害他的關節 來達到穩定性 因為他的屠肌沒有適時的去右利 屠肌會心沒有去適時的右利 就會產生身體的歪斜 那其實外表看起來就是老胎分中 那另外如果像屠中肌無力的時候 你的走路就是 你會看到他很像媽的什麼樣子 會有用的其實是因為無力 那其實會導致其實外觀上其實不太好看的 再來就是肌肉帶場的問題 你都知道其實囤肌的肌肉跟腰部的肌肉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其實他們都有一起連結到我們的補盆 去協助穩定我們的補盆 那一旦你存肌沒有力氣的時候 你其他的肌肉 其實他們主要用力是這樣 當你這個沒有力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趕快出來幫助出力幫助補盆 那久了之後其實他們就會很痛 就會產生疼痛的問題 其實你身上會產生很多的疾痛 你的身體也因為這樣苦力 某些肌肉沒有苦力 帶場的問題也產生了很多的一個帶場的問題 再來就是底足和肌肉的帶場以外 其實也會有一些關節的帶場 因為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動作 其實我們的身體會有一些省力的動作模式 或一些正確的動作模式 其實來執行我們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任務 譬如說像我們要去常常會 會可能需要要彎腰或者是低身 一些任務一些工作的話 其實像這個他要彎腰去幫這小孩去彎腰部的時候 如果你這時候沒有補盆就會沒有穩定 你沒有啟動你的寬虛肌的話 其實你會可能會帶場彎腰彎你的彪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更低的話 你會彎你的膝蓋 其實會造成一些彎節的問題 然後像這張組的時候啊 其實像我們常常都需要彎腰去拿東西 那如果其實正確省力不傷你的身體 其實有一個正確模式 其實彎腰曲部應該是要被打直的狀況之下 你啟動你的寬虛肌這邊的 啟動你的寬虛肌這邊的部分 把你身體的重心往下之後 把這個重度拿起來 那如果你要去啟動換腰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利用換腰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會讓腰部很瘦瘦 而且很容易追這款讀書 跟造成你腰椎的一些 就是腰椎的一些退化 那另外右肚是我們常見的其實深蹲 其實有的深蹲其實 你們如果有去學過深蹲 應該他都會滿強調一點 就是膝蓋會超過腳尖 因為其實你們要 其實正確深蹲是你要去啟動 推這個動作之後 腰部往後往下才是正確 如果說你沒有去啟動這個部分 你是這樣子像他這樣彎 其實會傷你的膝蓋非常的嚴重 其實所以正確深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上面可以知道 其實囤肌失憶的影響在外觀上 因為你常常做 前屁股一下塌下垂了 可能不會扁塌不好看 那外型看起來的老太龍中小腹會突出來 其實不是這個小腹突 其實是他整個帶上的一個問題 那在運動表現的部分 可能他沒有去啟動這個滾地 然後搬去進這個部分 你可能在動腰葉的傳遞會不好 再來你可能會有一些疼痛的問題 那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說 我如果說我有在規律運動 我是不是就不會囤肌失憶 那你會不會 我規律運動啊 我不會有在運動啊 我下班之後我又去走 如果我去運動 那到底會不會囤肌 我是不是就不會囤肌失憶 其實剛才有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囤肌只要久坐三十分鐘 上面就會失憶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久坐的上班族 或久坐的工作模式 你後來又去譬如說做假日 行的爬山或者是慢跑 其實你會受傷的原因 因為你可能肌肉都是 或者關節的帶傷問題 你很容易受傷 所以其實還是要切斷運動這個 然後另外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如果囤肌失憶 我到底會不會有 其實囤肌失憶 其實它是因為失憶 你只要去誘拔它 行動它 避免去避免一些不好的習慣 其實它是可以回復的 那你其實囤肌失憶一開始的時候 在日常生活 其實它的症狀非常的輕 輕到你們根本不知道 有可能你們現場的鬥肌 裡面是蠻多有可能的避免失憶 可是你們自己并不知道 那你日常生活中 怎麼去檢測說你能否避免失憶 那你有沒有久坐蹲久 我站不起來 我真的站不開起來 或者是你上下樓梯的時候 會感覺到困難 或者是覺得腰痠 膝蓋很痛 你在走路或跑步的時候 你會覺得沒有效率 你會覺得沒有那種推進力 還有你有沒有常常感覺 就是你的膝蓋會不舒服 你會下背很痛 那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會被屁股搖來搖去 自己都是狀動的很大 還有你在深蹲的時候 有沒有讓你就是控制你的膝蓋 是朝向二三隻腳之間 就是膝蓋不會有內牆 其實也不一定說一定有 這些狀況就一定有蠻多疾痴癌 或有蠻多疾痴癌痴癌 當然來說可能有其他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兩個方法來簡單屏幕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蠻多疾痴癌症 那第二方法我們可以用單腳抬腿 就是像這個他的方式 你把一隻腳翹上來 然後大概腳踝在膝蓋的正下方 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你的腳跟就往地面使力 使力了之後讓你的臀部抬起來 抬起來到就是補盆跟膝蓋洗平 然後之後你維持十秒 那如果在這個十秒以內 你都沒有感覺到屠肌在用力 或者是你這時候的感覺就是 你是覺得腿厚或者腰有緊繃感 其實有很多人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在抬腿的時候 真的不要用抗腰 這種方式其實是很好的 其實是不同的感覺方式 其實不太有練到 是傷了你的腰 那第二個方式我們是單腳站 大家有沒有想要來試試看這個 順便試一下單腳站的部分 你自己有沒有屠肌十一 趁這個機會其實十秒鐘很快 要不要試試看 順便試一下 那如果願意的 那我們可以請站起來 請原地站起來 你媽原地站起來 來我們先原地站起來 我們可以的先原地站起來 再來 好來我們原地站起來 抱身體 覺得有一點點輕輕的 把你人身長高起來 好來我們雙手插腰 雙手插腰之後把你的腳抬起來 哪一隻腳 隨便你先側哪一邊都一樣 抬起來之後穩定十秒鐘抬起來 好來請把你的腳抬起來 抬起來 盡量抬高 到跟地板停 停了喔 不要換喔 如果你的沒有辦法去維持穩定 會左右關係 是應該有感覺彈不太起來 你有可能是有的 好你可以測一下再另外一隻腳 一樣另外一隻腳把它抬起來 身體穩定 不要晃動 雙手插腰不要晃動 你如果還在晃動 你的臀肌是不太有力的 有力氣是不好的 對 可以自己試試看喔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的 自己都不知道喔 真的喔 這個就是晃得很嚴重喔 有的思考得來 有的沒有方式 他都要抬起來 好來 那我們最常生活中 到底要避免囤積失憶 其實有三個要領 就是你一定要階段準做好 30分鐘再反到7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離開 你自己就可以稍微同步收縮一下 你現在可以嘗試一下 同步自己收縮 看有沒有辦法做出假的動作 你如果完全自己做不出來 應該是這個要幫我們參與一下 然後你最好一個小時要起身伸展 那其實蠻不會介紹 他就是帶個小米手腕 其實可以設定主座 他就會搖一下你 然後你最好就是要起身 然後啟動一下你的臀部 做一下很簡單的小聲鴿 要做一下臀部的動作 盥醒你的臀肌 再來很重要就是你要放鬆緊繃 就是放鬆激動點 這激動點等一下會跟大家 再稍微介紹一下一下 然後再來你要強化你的臀肌 其實核心部分也很重要 好那我們教導大家 怎麼樣再居家簡易的去訓練自己 好 這是簡易的半可視 半可視就是像這一個 就是這種的那種方式 就是側躺 手撐好 然後手就是兩手撐好之後 你把你的膝蓋 上方腳的膝蓋 微微的是稍微的抬高 不要碰觸到下方腳的膝蓋 這個是起死點喔 所以你們放回來的時候 不是直接整個放回來 是放回來到白節褲道 之後這是起死點 然後慢慢的打開 打開一直到盡可能的抬高 一直到骨盆 幾乎沒有辦法維持穩定 會開始穩定 那個就是中止墊子 你在這個起死點 中止墊子的這個距離內 緩慢的去做它 然後這時候你要感覺哪裡在用力 你的腹部外側在用力 你開始先把動作做對了 之後慢慢的 其實如果你Andrea 你做得還不錯 或許請人家看一下 就是你做的動作還蠻正確 之後你再這樣彈力帶 其實可以漸進式的增加難度 再來就是巧適 這巧適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肯定就是 像剛才有講到腳跟踩不起來 然後注意不要抗腰 千萬不要抗腰 其實這個媽的就是有點抗腰 其實不要抗腰 就是知道你開頭 那漸進式如果你開頭的還不錯 其實也增加反應 其實你們如果在健康2.0 YouTube上其實也都可以查到 像有一個叫凡宇鼻師 其實它有變化器的一些 圖式變化 用Kamata的方式 其實也都很不錯 再來就是深蹲 其實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練習深蹲 其實它是一個投資報酬率很高的 可是很重要 一個深蹲動作 如果一開始學錯了 我跟你講真的你不錯不不錯 你後面要改過來很難喔 所以你深蹲動作很重要 前面一定要做對 你在深蹲動作其實很重要的時候 你必須就是站的時候 你在練習的時候可以站跟肩關 然後腳尖朝前 你的腳底是要踏舞的 就是你的腳後跟大拇指跟小指外側 三個點是要踏舞的 然後你的啟動一定要從臀部後推 一定啟動記得要從臀部後推 臀部後推之後 把你的臀部往後往下 往後往下降 然後你在過程中 必須可以控制你的膝蓋 你會往內夾或往外面 尤其是慢慢能力往內夾 一定要慢慢能夠控制 不能控制的時候要輕魂到去練習 然後之後再慢慢的去深蹲 然後深蹲的時候注意 就是後來其實還有一部分 就是你的胸口要朝前 有個人其實他們 我在家室的去的時候 其實有多長者是用這樣 其實是錯的 他的枕是用蓋上 或者是枕的 他是用膝蓋過彎 其實都是錯誤的方式 其實你可以利用就是 像這樣手往前 胸口朝前 其實大概就是平行地板 然後去做好一個好的深蹲 那蠻脆搭就是 就是如果蠻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是有九座上蠻足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運動之情 一定要先去做足夠的軟身 而且你的足跡要輕重一下 那如果說你身 徒手深蹲做得不錯以外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健進式的 就是其實手 手出去加一些啞鈴 或者是腳上綁些彈力帶都可以 其實有文獻就去查過說 到底你的彈力帶要綁在膝蓋上面 腳踝上面還是腳掌 其實他們的研究出來 其實綁在腳掌可以練到 比較多的臀中肌跟腿大肌 那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一個健康強勢就是肌痛點 你只要肌痛點這個東西 你只要肌肉使用過一定會有肌痛點 那一開始的肌痛點它平常是沒有感覺的 壓了才會痛 所以有時候按摩球在按摩放鬆的時候 你大範圍滾動了之後 大範圍滾動了之後 你只要遇到一些就是小 就是大範圍滾動了之後 如果有滾到痛點的時候 你要在那個痛點停留之後 左右滾動10到20下 可以舒緩它的那個 就是可以把肌痛點把它比較緩解 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寬驅肌的伸展很重要 寬驅肌伸展其實我們長久做的 其實這裡很容易擠掉 就是前面的這個部分是很容易擠掉 那寬驅肌擠掉的時候 其實在搭這個其實也很重要 就是你的核心要收 一定要做出一個骨盆後傾 其實你只要做出骨盆後傾 大概往前大概兩三公分 你就覺得拉得超緊 或你要往前到很前面 其實這是不對的 其實是你的 你是給你的壓力 再來 好 那從上面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做事生活對健康的危害 其實是不亞於系列的 對身體會造成不可能的傷害 即使你規律運動也沒有辦法維護的 那久做對我們身體的傷害是很極的 但是只要你能主動打亂久做 起身動一動 啟動你的臀肌 就能避免臀肌的失意 那如果你經常的腰痛或膝蓋痛 很可能你只要喚醒你的臀肌 就可以讓你的關節 你這樣回到重力位 回到正軌上 或許很多問題都能不要的領域了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未來 其實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 我們未來的人生 最希望就是可以隨心所欲 自由來去 那追求健康儲存健康感 是你我現在需要有一點的特定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